停電不是缺電 限電也不是缺電 那請問蔡政府 你們缺電的定義是什麼 缺電問題 台北市政府再度 港中央 台電給我們的訊息 都是無法合工 所以其實重點在於說 這些重大的建設 現在台電的缺電 對於台北市的狀況 不是很清楚 根據北市府提供的資料 包括大型室內體育園區 也就是大巨蛋開發案 南港轉運站 商業區的公辦都更 生計產業聚落 等21處大型開發計畫 以及小灣經貿社會住宅開發案 等11個東區門戶子計畫 向台電申請新設用電 通通遭到拒絕 宋湖 玉城兩個變電所 何時蓋的城 似乎成了北市開發計畫 限電問題 是否能夠解套的重要關鍵 只是台電 北市府各有難處 柯文哲卻只顧著炮轟中央 綠營明代看不下去 那為何柯文哲不好好去審查 協助審理這些開發案的進行 反而拿來當嘴炮 一天到我們炮打中央 那不是什麼責任退卸 或不退卸的問題 應該說我們應該去面對問題 好好的溝通 解決這雙方所遭遇到的困難 經濟部幫忙款頰 但皮球踢來踢去 問題還是沒解決 想促進產業發展 中央地方還是得放下城堅 好好的做 新新聞李思賢和坤元 財寶報導